黑黑的天空中似乎高挂着皎洁的月亮 不过仔细一看月亮怎么动了起来 一闪一闪的缓缓下降 仿佛是一颗着火的流星 拍下这段影片的民众 13日凌晨0点左右 在花莲炎料和朋友钓鱼时 突然看到这一幕 起初还以为是流星 没想到已经过了10秒它还在飞 原本是细细的一条 突然变得好像闪光弹一样火光一样 这个画面不止在花莲看得到 就连台东三仙台还观测到 这颗火球爆炸 一次 两次掉落海面前 还伴随着两次爆炸 这颗类似着火的流星 到底是什么 从这个花光的模式 还有它持续的时间 我们看起来比较有可能像是照明弹 不过气象专家给出不一样的答案 那这样推断的话 有可能比较属于天体的东西掉下来 我在猜不是一个很小的东西 网友纷纷表示 外星人来花莲拜访朋友了 看起来像星号弹会是求救吗 网友钓鱼时看到不寻常的一幕 可能是照明弹也可能是天体 专家网友们各有不同的看法 这颗神奇的火球到底是什么 议论纷纷 记者留几家王云廷花莲采访报道 老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某某水 放松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